哈囉大家好 如果一個投手的變化球太犀利 國外常常用Nasty這個詞 來形容他們的投球表現 而今天運動狂粉就為大家整理了一些 讓主播直呼Nasty的精彩好球 首先要帶大家來看全勝時期的 Madison von Garner 讓打者揮棒落空根本是家常便飯 可以說對他的變化球完全無法招架 另外當然也不能少了Andrew Miller 這個犀利的變化球直接讓打者在本雷板前跪下 我們再來看看Rich Hill刁鑽的曲球 完全騙到了Brad Garner 原本以為球要打到他了 但最後卻拐向本雷板中央 讓Garner只能無奈的低下頭 而去年國聯聖頭王賽洋獎排名第二的打比修友 讓打者定在原地的變化球也絕對不能錯過 講到左投手 不能少了Chris Sell 大幅度的變化讓Tory Hunter只能追打這個壞球 有時候看到誇張的表現只能苦笑 就像Hunter一樣 再看看這球 Taylor Rodgers讓打者不知道到底該用灰還是用砍的 而馬鈴於時期的Stanton 面對Bertensis投的第一球 在本雷板前兩英尺就落地 先來一個揮棒落空 最後再用精彩的變化球讓他站著被三陣 接著來看看Adam Wainwright這顆曲球 讓想短打的打者也只能眼睜睜的看球掉進好球袋 而且整個人幾乎已經坐在地上了耶 這顆內角曲球突然讓Lucas Duda退縮了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這個變化球到底有多犀利 接下來這球就厲害了 能讓鈴木伊朗歸棒落空成這樣子的投手 應該也只有Max Scherzer了吧 讓我們再看一次 沒想到Igiro竟然遇到了籃球場上俗稱的腳踝終結者 最後讓我們用這個57麥的曲球來做結尾 讓Jason Worth根本不敢相信 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露出一個WTF的表情 順便朝天空探了一口氣 看完這些精彩好球 有沒有在你心中更經典的球 讓你覺得同樣nasty的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請你訂閱加分享 那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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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